近期公用股都跌了不少 尤其最新的中电也有消息 先问到中电吧 观众Brandy想问 中电穿了70元 可不可以收集呢? 其实在中电的角度 我觉得在之前一直的回吐 都一定程度上反映着 所谓有潜在威购的因素 另外中电是前半部分 其实下跌 我相信这个不只是他自己这样的 是整个公用股都是这样的情况 自从美国宣布加息进一步猛烈之后 令到人们觉得十年期国债回报 都相对来说应该会很吸引 因为加息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那些十年期国债 都是这么高的利息的预期 那公用股不是应该要股价 多些去迁走利率的差距吗? 因为就是说很简单的道理 没有理由十年期国债 就是没有理由公用股的股息率的回报 是低于十年期国债的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 那不如买这个十年期国债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一个道理的情况之下 那些公用股需要下跌 去迁就回那个十年期国债 那这个都是避逼无奈之举 在一个两重的压力之下 就是Wideoff再加 跟十年期国债做交易 这两个相对是共同比较利满的角度 就一起推出了公用股股 那如果是中电呢 如果是说要收集的话呢 第一来说是相对说要有耐性 因为如果以之前煤气那个的 就是跌口低开完之后 那个的案例去分析呢 煤气之前是急跌完之后 它都不是当日是底的 因为大家如果可以看回图表呢 煤气呢 是之前是有个下跌跌口的 说的是大概上两个月了 3月22日那时候呢 是因为业绩是令人不满意 就有个下跌跌了下来 那你见到呢 它当时呢 是大概10元的 那结果呢 它竟然恐怖到呢 是再跌多20% 跌到100元那时候呢 才是暂时的是止跌了 OK 那当然了 我不是说中电呢 是会这个价位再跌两成 这个因为大家的情况 是有点不同的 还有就是这个white off 也应该是一次性的 所谓的white off 是对于永座派息 应该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的 但是就是如果叉回煤气 这样的案例呢 短期是裂口低开完之后 再继续向下跌呢 其实来说是真的有可能的 所以就是如果要收集的话呢 都不需要太急 是一下子就压死住 是可以分断的 慢慢地留意 相对来说的直播就会好一点